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楼高就是牛皮 只要我稳坐三楼以下 那CVB丢 你说气不气人呢 非常棒啊 天秀这一手操作 小猫拿出了自己的本命英雄猪八戒 看来这局已经十拿九稳了 我随便露一首国服第一鸟人吧 玩鸟人出门返红是绝妙的思路 没人我们就偷 有人我们就揍 前期能刚过鸟人的 五个角质头都能数过来 看来点尾不是那根角质头 他跑了他感觉干不过了 好的鬼谷子过来支援了 漂亮 直接把附近的空气全部抽干 让对面窒息 作战成功 成功收割点尾 哎大哥你别离我太近 好的没事还有点血 鬼谷子成功逼退了针机 优秀 好的局油精过来包抄我 不能让他得逞 直接一手瞬间回城 把他干蒙圈 哈哈哈哈 其实抓谁都行 咱有这个自信 不过今天我想玩点特殊的 抓C位没意思 不够刺激 就点尾吧 先让他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等后期了 我就不跟他打了 哈哈哈哈 哇哦 上路好多人抓小猫啊 过去看看 应该能分几个人头 嘿嘿 哎呀这针机抓人 就认真点吗 怎么还半多人费呢 都暴露我们的位置了 飞过去 踢东黄一脚 哈哈哈哈 刺激 你看他气不着我 对不对 卧槽 你不是吧大哥 这都吸我 你有毒吧你 那么一头猪 打你半天你不理他 就认我这鸟人 是什么情况呢 哎 想不通 估计是我太帅了 会有种莫名的吸引力 可能我这样解释 大家能听懂啊 哈哈哈哈 OK 又看到点尾了 你看他跑得多溜啊 别挣扎了 反手赶紧揍我吧 哈哈哈哈 他劈了啊 直接窜天口落地 一屁股砸死究竟 随便击脚踹死点尾 优秀 好 反方也蹭点经济 好的被冻王吸到了 我一个瞬间回程 直接把他干 刚才回的有点慢了 不过不要紧 胜利的预感已经来了 并且非常的强烈 稳了 我感觉要秀起来了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我没准备好 哈哈哈哈 来啦 哎呦比较顺利啊 看来这局二十杀有望啊 走试试 诶东华算了先切C位啊 一个酸铁猴拉近距离开始猛拙 一顿疯狂品位成功突破二十杀 哈哈哈哈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这局还是我代废 哎小猫拿出自己的本命英雄 也抢不了老夫的风头啊 多练练吧 多学习一下摩根大师的骚操作 总有一天呢 你也会这么溜的 哈哈哈哈 不说了 到饭点了啊 告辞各位